居然以千里知过 做一种顿利激情的感觉 不就是个转校生吗 是你 我知道的 他就是美术老师 特意劝来咱们学校的 听说是个学霸 还是什么美术奇才 都把他捧绑了 就是往他考成养美 咱们学校争光的 有这么夸张吗 那当然 他现在可是我们学校 人气最高的男生 才赚了一个多星期 就已经有很多人 给他写情书了 也只有你不关心这些 他平时都一个人 待在画身画画 今天难得看到他 加油 别喊了 别喊了 我跟你们讲 季思阳可是我的 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气氏 笑什么笑啊 加油 你看那个王杨杨 这次好认真 我听说啊 他第一次做男生东西 祝他幸福 他喜欢有什么用啊 几次养又不喜欢他 加油 都喜欢他什么呢 冷静静的面探一步 哪有面探啊 我觉得很有型 很帅嘛 还好吧 反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嗯 知道知道 你喜欢的类型嘛 轻微竹马的白天昊啊 你说什么 我跟你说了 我跟他总统一起长大的 说曹操 曹操道 天昊 无论 向远 孝凶 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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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特性 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呢 不用了 算了 别跟她计较 我跟你说 昨天晚上 王盈盈跟季思阳告白了 像她的作风 结果呢 当然是被拒绝了呀 不然昨晚王盈盈 早在广播台里照高全校了 听说她昨天晚上 在宿舍哭了一宿呢 真没想到男孩子 幸福的她 会哭得这么惨 季思阳说什么了呀 她说她是个好女孩 但是她有喜欢的人了 不奇怪呀 这么优秀的人 没有女朋友就有男朋友吧 你还能在乎一点吗 好像她喜欢的人 是笑花芸汐 最近看他们走得很近 所以说呢 男人呢 终究是看脸的动物 这样的剧情 一点意思都没有 咱们去喝点什么吧 好啊 我早上就没吃饭 好啊 你好 卧小冉 干嘛 你上来 我有事告诉你 你下来说 我来得上去 你好 卧小冉 有什么事啊 快说 这是季思阳 您好 您好 好了 你可以走了 这就完了 要不然呢 你还想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向你表白呀 你真无聊 我们上去看看吧 小冉 小冉 他们找你干嘛呀 根本没事 一群无聊的人 不过那个济丝阳也在 济丝阳也在 早知道跟你一块去了 你们说话了吗 说话了吗 也没说什么 不过他眼神怪怪的 怎么怪了 他 他好像喜欢我 小冉 你跟我说明白吗 你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 走啦 有点说吧 快说呀 新来的 好 这会真有性子啊 这会儿会去 快早吧 拜拜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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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要带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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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冉 我有个事情要拜托你 不过你要发誓 一定不能告诉白天昊 否则我肯定会被骂死 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 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竟是一般的男生约我们去滑冰 让我一定要带上你 我就派着就不给答应了 你回去吧 不去的话 我会显得很没面子的 嗯 你又被别人收买了吧 我哪有啊 不就是霍杰说 为上次的事情 跟小冉 赔礼道歉 可是我跟他们也不是很熟啊 去认识人士不就熟悉了吗 你去不去吧 你不去的话 会显得我们很小气 哎呀 好了好了 去吧去吧 有我在 我会保护你的 有他在 嗯 好吧 哎 天然 这儿 这儿 过来啊 你说 他们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嗨 我看你小时候看多了 脑子里啊 就是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放心吧 有我在 嗯 有你在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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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什么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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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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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下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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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下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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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那你歇会吧 我先走了 你怎么不滑呀 这是我第一次滑边 怪不得刚才爱邀请你 你拒绝了 你干嘛不直接跟他说呀 死要念子 走吧 我教你 你来 是不是很热呀 手一直在出痕 我不是 我一紧张 手就会出痕 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你可别误会啊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小冉 我来啦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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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 我们三个方号落榜号一起复读 还能考上同一所大学 住同一个宿舍 我们上辈子一定是好姐妹 说不定还吵兄弟呢 管他兄弟还是姐妹 反正啊 我上大学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个男朋友 到时候我看上了 你们可都别跟我抢啊 先减减肥吧你 上高冬的时候 不知道多少男生 被你火烂烂的热情给吓跑了 胖是一种美德好吗 哪像萧安 每天喝白开水 啃黄瓜 还去打什么瘦脸针 你看看 变得跟蛇妖脸一样 人家那叫瓜子脸好吗 人家萧安可跟你不一样 你呢学的是美术教育 毕业了以后 要去幼儿园教小朋友的 所以你越像小动物 小朋友就越喜欢你 萧安可是要当明星的 从高中到现在 不要每次斗嘴 都带上我好吧 看看 都影响欧阳许坏话了 我没关系 现在当老师 竞争可是很大的 我也是要靠脸吃饭的 我是美代 洛小冉 我上辈子跟你有仇是吧 你不跟我斗嘴 你会死是不是啊 下节是公开课 肯定会有其他气的男生 肯定有我的目标 祝你好运啊 那是 你就不用羡慕我了 你已经有白天号了 是吗 我跟你说了 他是我好朋友 别胡说八道 嘿 怎么都是女的呀 这边呢 我在这呢 干嘛 我这瞎了 还是见鬼了 你把你见鬼的几率比较大 我想我也是见鬼了 坐那边吧 一起 我一瞎了 这就会有的 这一盏 我和你和你闻之后 我和你散开 我和你闻之后 我的天啊 我以为你闻之后 你把你给你闻之后 感谢观看 四杨 你回来了 你是谁 你跟四杨什么关系 你回来就好 四杨 她是谁啊 你跟她什么关系 你回答起来吧 纪四杨 你这个混蛋 凭空消失了两年 让小冉为你痛苦了那么久 现在你平时没有出现 别打了 白天号 天号 纪四杨 你给我听着 小冉现在是我的 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她 请你离她远一点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所以 你们现在在一起了是吧 四杨 四杨 小冉 听我解释 四杨 小冉 公 小冉 公 3 公 小冉 你怎么不理我 你下次可以不要那么冲动吗 你在担心我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受伤 从小到大 哪次你打架不是连累我被MRI 我只是看不惯你被别人欺负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了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靠打架来解决的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这话说过多少遍 车车 车车 来 我拉你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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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那个女生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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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次杨我问你话呢 哎 那个女生是谁呀 季次杨 季次杨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啊 季次杨你给我站住 季次杨 小人 小人你怎么了 太危险了 小人 医生 她忽然晕倒了 您快看看 放手上 您看看她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晕倒啊 老毛病 滴血糖 肯定啊又是早饭没吃 她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了 哎 今天怎么不是白天号啊 我在路上突然遇到她 就送她过来了 你又想怎么样 小冉在幽氏吊水 还没醒 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一声 混蛋你又对季次杨做了什么 她只是因为滴血糖晕倒 麻烦你等她醒了之后告诉她 请她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没时间 也没兴趣跟她有任何的接触 小人 小人 小人你醒了 你送我过来了呀 是季次杨 是她啊 告诉我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不关你的事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哎 李医生 我们又见面了 我真不想再看到你啊 老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小冉 你还没告诉我 你怎么会跟季次杨在一起啊 我都说了跟你没关系 我都说了跟你没关系 你行 小人 季次杨让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再去打扰她 她没时间 也没有兴趣跟你接触 季次杨 我找你有事 你的小公主来了啊 哎呀快去吧 别在这里打扰我学习了 快去快去 你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 我们和好吧 我不是让白天昊告诉过你 以后别来找我了吗 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我联系 你为什么要跟我 在同一所学校 而且你还送我去医务室呢 路边的小猫小狗生病了 我也挥救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当猫和狗啊 别太高估你自己了 他们可比你可爱多了 季贤 我哪里让你不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跟我讲话呀 你以前可都是 以前是以前 现在的你 让我很讨厌 你之前对我冷嘲热讽 造成心灵受伤 做噩梦导致昏迷 你现在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你必须要道歉 必须要补偿我 只有白天昊 才会宠着你的公主病 对我没用 哦 还有 你要搞清楚 你是因为滴血糖才晕倒的 别随便赖上别人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就不会做噩梦 就不会大清早空着肚子来找你 就不会滴血糖 这都是因为你 你必须要对我负责 无聊 季子阳 如果你再这样对我的话 我就天天找你 我就向广播室通报你 随便你 小冉 小冉 我打听到了 那个陈静啊 不是季思阳的女朋友 只是普通朋友 那要怎么样 她已经完全不理我了 我怎么觉得 季思阳像变了一个人哪 爱你们高中的时候 甜蜜的得羡慕死多少人哪 对呀 你上辈子呀 肯定是拯救了宇宙 全校女生的男神 居然会喜欢上你 我说的也太惨了 你说这两年 都发生了什么呀 她退学了也不告诉你 只好也不联系 注定上美院的她 为什么会和我们 在同一个学校啊 说她怎么还说呗 她妈你很着急的 就是啊 都几点了 对呀 我看我跟她做工事 你看她 你们陪我去趟花店吧 好 我妈今天晚上过生日 我爸想跟她烛光晚餐 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好 没问题 季思阳 待会儿跟我们一块去吧 顺路送小长回家 好啊 我 我们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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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季思阳 嗯 你要不要买树花 送给你喜欢的女生啊 我 季思阳 你该不会真的 跟芸汐在交往吧 真没有啊 啊 你就承认吧 我们都已经买十八岁了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再说 我们也不会说出去的 嗯 就是就是啊 你有喜欢的话吗 我送你 不用 我不需要 再说 我可不想让别人误会 成为女生公敌 小冉 小冉 嗯 你怎么了 哦 我没吃晚饭 胃疼 胃疼 你没事吧 走 我带你去吃东西 我胃疼走不动了 那你等我 我买回来给你吃 嗯 好 嗯 你当我是猪啊 给我买了这么多 哦 我忘了问你要吃什么了 就多买了一些 那你一起吃吧 我吃过了 啊 那我不客气了 看什么 你是半个月没吃饭吗 我从来没见女生 吃饭这么没形象的 我干嘛要在你面前装淑女啊 而且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 当然要吃得通通快快的了 嗯 擦一下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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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平时那个面他脸好看多了 那你为什么都不解释啊 本来就没有的事情 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那王盈盈说 你跟她讲你有喜欢的女生了 是谁啊 你想知道 连笑花都不喜欢 我想看看 你对女生的品牌 是不是跟你画画一样好 好了好了 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呗 我喜欢的人 我喜欢你 兄弟 姐姐 别跟我亏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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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思杨呢 怎么这么久没来学校 打工具了 他很缺钱吗 你不知道吗 他每周都会做很多的兼职 你说 季思杨有那么缺钱吗 他为什么不停地打工啊 季思杨已经说了 让你不要再去打扰他 你清醒点吧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自从跟他重逢之后 你整个人就魂不守舍啊 小冉 我只不过是想知道 他过得好不好嘛 他过得好不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小点事 这么多人呢 小冉 清醒一点吧 他有真的在乎过你吗 他如果真的爱你 就不会消失两年都不跟你联系 你身边还有我 你身边还有我 干嘛这样作践自己啊 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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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从今天这一刻起 拜托你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 小冉 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在一块儿 你让我怎么消失啊 那麻烦你离我远一点 让我一个人静静 你可恨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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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 我不用你管 怎么不用我管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 不管你怎么讨厌我 我都不会再让你消失了 你就知道吗 小冉 干吗呢 发什么带呀 又和白天王吵架了 她是关心你 你干吗这样对她呀 我当时心烦意乱的 也是没忍住脾气 你情景不好 就拿她撒气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你今天很奇怪啊 这么关心他干嘛 再说你不是我朋友吗 我 我这不是担心 白天昊的爱慕者 攻击你吗 放心 白天昊绝对不会 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是是是 我自作多情了 自从高中认识你们的时候 他就一直很宠任你 可是你们都知道 我喜欢的是季思阳啊 对吧 都分开这么久了 你觉得他对你还有爱吗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会再在一起的 是是是 你好 这是你们点的外卖 小冉 你的外卖 一共二百三十次 怎么是你 二百三十次 我在问你话呢 你们认识啊 小冉 不认识 好了 不用着了 走吧 走吧 别玩 别玩 你也玩 你今天怎么了 刚才客户打电话投诉说我们的东西有问题 不可能吧 我今天跟往常一样没出现过任何状况呀 你要知道这个情况在我们店里是第一次发生 同时客户的好评度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对了 前面话是打电话过来说让你重新再做一份送过去 这份从你工资里面扣 不认识 我ification 对呀 我也很喜欢 好 这么快 你够速度的 重新给你送到外卖 怎么了 生气了 我很忙 没时间跟你玩 之前的零钱 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事了 行吗 不行 你为什么打这么多份工啊 你是不是因为缺钱 你缺钱的话可以跟我讲 我可以帮你吧 我跟你讲话呢 骆小宅 你可终于回来了 你这手机也不开机啊 白天好多回宿舍找你好几回了 我待会再找他 你们先吃吧 这不是济思洋打工的那家店吗 你知道啊 有一次去吃东西遇到过 你不想吃 天好 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小冉 从高中到现在 就没变过 你说错了 是从出生到现在 那小冉他也没说过喜欢你啊 只要我在他身边 一直在他身边 就足够了 你有没有去尝试过接受别人 也许更适合你的 不是他 别人 谁呀 难道是你吗 你的话 透视关系有问题 你是欧阳雪吧 我是季思阳 我知道 你的名字 在我们宿舍出现的频率很高 你跟其他三个女生不一样 你很安静的 可是 我的画没有他们三个画得好 多画画就好了 你以后有空的话 可以来找我 我教你 真的吗 谢谢你 你看你看 这次要破抢了 肉下猎猎 下雨多好啊 我真喜欢下雨 下雨又有什么好的 我鞋都湿了 赶紧回宿舍吧 内情调 小冉 小冉 恭喜你啊 我以天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广告MV的女主角 可是我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啊 哦 可能 可能是白天昊帮你报名的吧 嗯 她怎么又自作主张啊 嗯 我有什么借此良悦参加这个活动啊 哦 被选中的人 可能会获得五万奖金 五万 五万 嗯 啊 要是女主角是我就好啊 又有钱哪 又可以跟我的高中男神在一起 哎 不过小冉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要是你一夜成名 那我就是明星的朋友了 跟我走 白天昊 你放手 你弄疼我了 你拒绝我 原来是为了跟季思阳在一起 我拒绝你什么了 MV甄选 我发微信给你 你说你没兴趣 自己却报名了 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小冉 那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你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吗 每天在你身边的我你视而不见 对你不理不睬的季思阳 你却放在心上 天昊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好 就当你没有收到我的信息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愿意放弃开设吗 你愿意吗 天昊 你愿意放弃开设 但我们没有 你愿意伸可能 因为我相信 你愿意让我 你愿意拿作 你愿意 你愿意 因为你愿意 我要愿意 保持你 你愿意 你愿意 你看 这笑话 我愿意 这笑话 你愿意 小冉 小冉 白天好 你干嘛 弄小冉的看不见的 你面对现实吧 我的事不用你管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说了我的事不用你管 为什么你的事情我不用管 你以为你是谁 我喜欢你 好 我觉得我最近好像真的有点过了 每次看到季思阳 就完全慌了阵脚 只是想让他多在乎我一点 完全没有顾忌白天好的感受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要不然 我把名让给你 让你去跟季思阳拍 真的吗 我可以吗 那我什么不可以的 你笑起来那么阳光灿烂 小冉 你真是我最好最好的中国好闺蜜 好了 走吧 请我吃顿饭 好 别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白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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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洛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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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瑶 这小公主 该不会是来找你的吧 天昊 小冉 找白天昊的 不过你还别说 这俩人还真是天生一对啊 你嘴怎么了 打篮球不小心磕到他 你怎么还是这么鲁莽啊 要不到医务室擦点药吧 没事没事 明天就好了 天昊 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你可以不省我的气了吗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都太熟悉了 我总是把我的一些情绪 展现在你面前 你也会包容我的一切好与不好 可就是因为太熟悉了 我把这些都当成了理所应当 完全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我 我知道 好 思雅 快看哪 这俩人抱一块儿了 你快过来 快啊 小冉 今天我当模特儿 可是我那个生理器来了 这次你帮我当 下次轮到你的时候 我在替你 行吗 没问题啊 今天主题是什么 美人鱼 什么 那不是要穿得很漏啊 哎呦 拜托拜托啊 会戴面具的 放心 放心啊 待会不会出问题吧 放心吧 爱穿都没事 不过 不过 在这么多人面前穿成这样 我还真有点难为情呢 小冉 亏你还是艺术生呢 这是艺术 为艺术现身 你懂吗 嗯 况且还没让你劝罗呢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 好啦 放心 正好 今天你特别漂亮 待会儿啊 我一定帮你多拍几张照片 美美的 给大家看 你 我还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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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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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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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